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好果子 参考经文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幸福温柔洁 作为农夫 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看守庄稼 确保他长势良好 旱灾 洪水 冰冻 炎热 灾害 任何一个都会损害 生长中的农作物 影响收获时的产量 同样的 我们也有责任看守和评估 我们灵力的成长 还有成熟的状况 在圣经里头 神也提供了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 情欲的事 就是一些症状 表明我们 灵命成长过程中出了问题 或许我们挣扎于一个根深蒂固的罪 使得我们无力抵挡淫乱或是醉酒的功绩 或者有些事物影响了我们 使我们不能接受神的恩典赦免和肯定 以至于我们被自私极度所玷污 与此相反 基督救赎了我们 当圣灵不断地在我们内心工作 我们就会呈现出好果子的特质 请注意 保罗说的是果子 而不是很多果子 意思不是说 有些基督徒只收获爱的果子 有些会收获喜乐的果子等等 而是说 所有这些不同的特质 都属于同一个圣灵的果子 在我们身上生长出来 现在 祈求神的灵帮助你 查验自己的属灵生活吧 以致你在基督里的生命成长成熟 并让我们一起展望神 最后对我们生命的丰收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圣灵 求你塑造我的心 使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多结果子 求你除去阻碍我心的各种情欲的事 好使我的生命 为基督带来丰盛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